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未來一個星期東北風持續影響 東半部的雨勢會更為明顯 屬於陰雨綿綿早晚溫差大的天氣形態 到了星期天水氣才會趨緩 而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邊的熱帶線低氣壓 預估要形成第17號颱風沙德爾 目前對台灣是沒有直接影響的 不過受東北風級外圍環流 星期三到星期五 東北部還是要留意有大雨發生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未來一周受東北風影響 花東陰雨綿綿早晚燒涼 周三周四東半部雨勢將更為明顯 到了周日水氣才會減少 雨勢跟著趨緩 而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 預估最快今晚行程之年第17號颱風沙德爾 在21、22、23的時候 整個台灣會處於一個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然後共半下雨的情形會比較嚴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23號這一天的 它的氣壓梯度更密 所以那一天的風會比較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周的天氣 大概會到25、26的時候 另外一波風面下來的時候 那一波風面目前看起來 它的資料看起來是比較偏乾的 然後颱風也已經登陸到海南島 或是中南半島那邊去了 所以基本上那一個在25、26的時候 天氣可能會比較偏向比較乾 然後水氣就比較少 然後可能就下雨的情形會比較少一點點 東北部雨勢在週四晚到週五上半天 逐步緩和 而後續週末兩天冷空氣南下 颱風外圍環流水氣也將顯著減少 氣象局提醒 秋一見農 早晚各地皆有涼意 民眾外出氣的多添加衣物 留意天氣變化 日夜溫差 不要著涼 並隨時留意颱風帶來的影響 記得蔣幫燕華聯師報導